今天和大家分享两件事是你买楼前必须知道的 我会和大家分享这两个计法 第一个就是Progressive Interest 第二个就是MOT你的转名费 大家好,我是Ken Choi 这里是三分钟热度房产篇 Ken Choi 3 Minutes 今天和大家分享两种计法 就是当你买了一个楼的时候 发展商会响起起的过程之中 会和你征收一些利息 我们叫做Progressive Interest 在你买了楼后 到你拿锁匙期间 一般会在48个月交货 如果是说Condor来说 48个月交货期间 这里有一张List 我看不到没有箱 因为我大概给你了解一下 从你给了附金投期之后 发展商就会开始做一些推例工作 直到它开始打货 打完货货后 银行就会和银行先提出10% 这里是10% 整个工程是分成12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要在不同的时间 半年至一年 或者两三个月不整 这样会分成12个阶段 有10%、15%、10% 就是说你打了货货后 或者一只长身骨干、长身、长臂 陆续陆续帮你进行这个工程 我给大家分享 这一段期间你需要付些什么利息 和利息大概是多少呢 我们先看看这个Progressive Interest 这个Progressive Interest 是一个公式的计法 这样就是说 每一个工程进行多少%的时候 例如说第二个阶段 通常你买楼会很经常听到Stage 2A 2A就是打了货货后 银行就会出一个10% 而你买屋的价钱来比10% 例如说这个是10% 这个SPA是你买楼的价钱 就等于50千 第二一个10%就出了50千 再买你的利息 看当时的市价是多少 我用4%来计算 再买一个30天 除了365天 就是你要付的每个月利息 它的计法是这样的 看这里或者不清楚 看这里就会更清楚 50千来说 你开始要付第一期的利息 你的家是500千 第一个18千是50千 买一个4% 再买一个30天 因为你是每个月付的 所以这个利息是以一个日数 来买一个月 这样就除了365天 也就是说你投了一期500千 第一个18% 你要付的利息是164.38 一个月 这个proposive interest 会在工程开始进行 直至到交锁匙内的48个月 这样就看发展商有没有提早交货 如果提早交货 你就会省到利息 所以早两集 我又帮你讲到 发展商是很重要的 好的发展商 通常都会提早交货 这个就是一个计算法 从你买屋到你拿锁匙的期间 如果是以500千的家庭来说 你这期间大概要付多少利息呢 计算一下 应该是40-50千 如果是以500千的家庭来计算 从你拿锁匙之前 你不必需要付40-50千 这是一个proposive的计算法 就是这样 第二个我想跟你说 当你拿了锁匙 这条数据你又要计算 因为这条数据是什么呢 叫做Memoretum of Transfer 你买了一个公寓 有一个分层地契 这个地契是属于发展商的 当你拿了锁匙 发展商就要将你的名项 转起你的私人拥有的名项 就是这个分层地契的名项 这个是转名税 就是这样计算的 这个转名税是什么时候要付呢 就是你拿了锁匙 12个月 一年内 你就要找清这条数据了 基本上这个Mot 有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 例如你的屋价是少于100千 它就会计算你1% 400千就是2% 不超过990、193% 超过100万 是多一个4% 我这里做了两个简单的比例 例如说 这是你的房屋价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个500千的家 你需要付多少Mot 费 头一个100千 乘1%就是1000 第二个下来的400千 乘2%就是8000 你总数是要付9000元 来做这个转名费 我们再来看800千的家 要付多少 800千 头一个100千 是1000 第二个400千 乘2是8000 乘2 800千 扣了500千 下来还有300千 就是这个阶段 300千 乘3%就是9千 如果你是800千的家 总数的Mot 你需要付到18千 这是基本上 Memory of Cancel Mot的计法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分享 你觉得有学到东西的话 麻烦你给个like 和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 和一些group 给他们认识更多 有关防产的知识 如果你失败了我的Facebook 你可以去我的YouTube频道 你最需要打 下集我会为大家分享一些 当你要去买楼的时候 由你看了展示厅 showroom之后 一直到你拿锁匙的期间 过程是怎样的呢 就留手下集我会分享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